最大的酒楼 太子殿下 怎么选了在这里见面 不在这里 难道要本太子去丞相府 难不成 就不能在太子府见面吗 本太子的太子府 处处都有耳目 哪有这里安全 有没有想本太子 才没有 真没有想本太子 太子的手落在冷若雪的大腿内侧 不经不重地捏了一把 接下来的画面不可描述 一场翻云覆雨 太子神色艳足 本太子先行回去了 你稍后再离开 太子 就这么舍不得本太子离开 刚刚来的路上 我看到冷若霜了 可是当真 没有看错 千真万确 原本与他有婚约的是冷若霜 后来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 又看上了他的皇兄 以至于让他这个太子 沦为笑话 太子无需担心 一会我去萧王府里打探一下 便会知究竟 嗯 说了几句安慰的话 便先行离开了 冷若雪来萧王府 探望冷若霜 墨北寒倒是也没有为难 去敲门 谁啊 来了 这位小姐是 小禅不认识冷若雪 我们家小姐是丞相府的二小姐 前来看我们家大小姐 原来是冷家二小姐 奴婢这就前去向大小姐禀报 大小姐 快醒醒 二小姐前来看望您了 把人请进来吧 走进屋子 只见冷若霜在床上坐着 姐姐既然已经醒来 怎么也不派人回相府通知一声 你可知道父亲和娘亲为了姐姐 有多伤心欲绝吗